沙特联赛也在目前官宣了 9月联赛最佳球员 本月的最佳球员也还是C罗 这也是C罗连续两个月当选最佳球员了 这次获奖也让C罗在沙特联赛的统治力彻底展现出来了 在新赛季的沙特联赛中 C罗是打入了10球送出了5次助攻 在联赛的助攻榜还有射手榜上都是排在第一位 可以说在沙特联赛C罗就是最具统治力的球员 而C罗在9月份带队比赛中 也是球队全胜结束了9月份的比赛 而C罗在这边连续两个月当选最佳球员 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因为如今的沙特联赛是有着相当多巨星球员 本赛季来到这边的黄马巨星本泽马 以及大巴黎还在当打之年的31岁巴西巨星内马尔 都是来到了这边 但是C罗还是能够在联赛中用自己的出色发挥 利亚这些巨星拿到最佳球员也算是对她的最大鼓励 而面对C罗如此数据 本泽马和内马尔也都是服气的 沙特联赛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踢 内马尔在沙特联赛还是零球的数据 而本泽马也没有打出来外界期待的数据 只有C罗用她的超强好胜心和实力 带领利亚的胜利在逆境之下逐渐找回了球队状态 在联赛积分榜上不断向上追分 本年度的C罗是直接落选了金球奖大名单了 这也是C罗职业生涯进入到了巅峰期之后首次落选 这肯定也是刺激到了好强的C罗 新赛季如此强势的发挥 也将会让C罗在明年再次剑指金球奖了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